所以我们一路听下来 从惊吓水域陷入前所未有的紧张 再加上现在整个前往中国旅游旅行团 说喊停就喊停 两岸冰封暴会有冷战变热战吗 我们来观察这个人是指标中的指标 朱国荣 气宝五亿元潜逃菲律宾 万拉杜 这个殡葬大亨听说他在中国落网了 不该是启动两岸共同打击犯罪的机制 把人交回来吗 不对岸是以毒不回 看守内阁现在留给赖清德 是怎么样的一个两岸关系烫守山玉 其实我们之前都讲说 法网会会输而不漏 但是现在看起来两岸的政治问题 很有可能变成是 法网破了一个很大洞的一个地方 现在传出来讲说 之前他这个所谓的气宝潜逃的 国保集团总裁朱国荣 传出来就说有可能是在中国已经落网了 那结果呢 2月17号的时候刑事警察局就说 我已经跟中国公安求证了 但是呢现在的状况叫做以毒不回 那这件事情当然会让大家觉得很夸张 为什么 因为朱国荣啊 其实你知道他当时在交保的时候 我们其实有很完善的机制 你要交保的这个状态之下 理论上你每天其实都要到 你如果有限制出境出海 还有限制住居的话 你每天都要在你所在地的 那个辖区的派出所去报到 结果你知道吗 现在查处来说 诸葛龙为什么会跑到中国去 疑似在中国落网 是因为去年啊 传出说诸葛龙在基隆搭乘私人游艇啊 那你知道其实我们这个搭乘私人游艇啊 或者搭渔船出去的时候 他是由海巡署的这个人来作为检查 那虽然他会收身份 难免会有疏漏嘛 所以那时候传出会讲说 他先搭私人游艇啊 逃往菲律宾 后来呢 他就跑到了这个 这个所谓的澳洲雪梨 再转说传到这个往中国大陆去 可是你会觉得很奇怪 因为2月6号的时候 北检啊 其实发函说外交部注销 废止这个诸葛龙的护照 但我也真的必须说啊 你这2月6号 他这跑出去很久了 你这个时间也太晚了嘛 所以真的就是何止慢半拍 你就会发现 今天诸葛龙这个人 他身家百亿的大亨 你给我夸开那些5亿的这个重金 你以为的重金 5亿对他来讲一个字而已 气保就气保了 一天不大案 检警的脸就一天 肿的消不掉耶 而且你知道他其实因为两个案子 交保金一个4亿 一个1亿加起来就是5亿 他其实因为有交了钱 才可以交保嘛 可是呢 因为讲说那他没有护照 又是跑出去 他怎么跑的 现在传出外讲说 他其实拿的是这个 所谓万纳度的这个护照 那因为这个国家之前 大家就讲说 我们一般移民的话 有分技术移民跟投资移民 那时候主打说投资移民 代办机构说 你只要13万美金 就可以帮你拿到 1R度的这个度 13万美金也差不多 就400多万了不起 对你刚刚讲 他身家多少 百亿耶 他有在乎这个钱吗 所以我们就发现到 去年9月7号的时候 朱广 我刚刚不是讲说 他每天晚上要到 那个派出所去报到吗 他最后一次到 三张黎派出所去报到之后 后来隔天就没有再出现了 可是我觉得最离谱的是什么 9月7号最后一次报到 结果呢 信义分局到9月12号 晚上11点的时候 才跟法院说 那个朱国荣 怎么都没有来报到 这一天搞了五天 那是五天 你是警察又闪掉了吗 所以你会看到 朱国荣他气宝 潜逃现在人 说在中国大陆 对方还以毒不回 多讽刺 这个跟你看到 电影审港 齐平刚好倒过来演 他当时怎么样 他是逃离中国 到了香港 辗转来到了台湾 他的人生故事现在倒着写啊 而且你知道 其实很多年轻朋友 可能没看过 神港齐平这个电影 但你一定听过一个名字 叫做大圈仔 大圈仔就是当时 在这个电影里面 形容这一些 从大陆跑出来 而且讲了其实很多 是有案在生的人 那朱国荣以前 他原名叫朱子昭 他在广州出生之后 其实你知道吗 27岁的时候 跟其他的这些 所谓的大陆这些 一些人士 到澳门去 抢劫那个运超车 而且其实犯下了 这个杀人命案 结果他潜逃到马来西亚 去又持假护照来到台湾 那到台湾来这边的时候 其实一开始也没有人知道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种 什么海关 或者海岸巡防 其实都漏洞很多 但问题是什么 你知道吗 他后来因为 暗住其他大圈仔 来到台湾来 结果那时候 被我们那个军事安全 就是反情报总队 抓到之后 送到绿岛赶化五年 结果后来发现到说 朱国荣等一下 他说我有共产党党员证 结果你知道吗 因为他有那个身份之后 居然呢 大家这个四处 这个协调 瞧完之后 说什么 他说他既然有这个 共产党员证 他来到台湾叫做反共议事 这下清水便积他 所以你就看到这个人 就是电影里的那个人形 我就问 今天他在武艺气宝 潜逃的背后 在台湾到底的 干尽了哪一些 法律不允许的勾当 最后他要气宝潜逃 老师说 朱国荣后来 因为他也跨足了 非常多的产业 所以有些人甚至一度 有媒体去报导说 他是一个励志向上的故事 可是你现在回来看 他来到台湾之后 从事所谓的珠宝买卖 1992年的时候 因为违反枪炮弹 要那个管制条例 然后入肩服期 结果出来之后 他就开始做什么 你知道不良债权的这个买卖 那老实讲 你做不良债权 第一个成本很低 因为我这个不良债权 我承接过来 所以我可不可以打折 打到骨折 给你很低的成本过来 可是你拿过来之后 基本上你就拥有 公司的这个经营权 所以他大量拿到了之后 他就开始把这个经营权 拿到之后 开始去跟银行做借贷 然后拿借贷的钱 再去操作 其他的不良债权的买卖 因为这样 他就开始插旗殡残 餐饮跟这个媒体 你知道外传身价百亿 就是这样来的 那人居我问你 今天这个诸国荣 传说在中国落网 我第一个想起来就是 不是有两岸启动 共同打击犯罪的机制 去年还是多久以前 不是那个88枪起的两个人 不也就是启动这个机制 把那个压回来吗 为什么这一次以毒不回 我们只能干着急吗 其实我们在2009年的时候 签订这个角度 叫做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 及司法互助协议 简称叫做两岸共打协议 那这个协议里面 它基本上针对一些 重大金融犯罪 或者是重大危害社会事项里面 其实都有说 我们在这个人员遣返调查举证 要进行互助 那可是问题是 这几年下来你会发现到 中国大陆有的时候 因为政治的关系 或者因为很多的这个事情 导致到这所谓的 这个共打协议 有时候几乎都没有办法 尤其像有很多重大经济犯 跑去中国大陆去 你抓也抓不回来 真的你说 帮我抓到人押回 送回台湾越送越少 像当时陈永豪 那个他跑中国大陆去 也都抓不到 那现在问题来了 那现在有人讲说 法务部说 双方都还是有持续在协助 并没有停止 但是我们从数字给各位看 你看他这个从98年度 一直到110年度 你会发现人数 在这中间一度有增加 102 103年 其实人数都还蛮多的 但是到105年 民进党执政之后 人数其实是越来越少 那我也必须讲 这个当然中国大陆 一定有他政治上面的考量 你看去年 台湾跟中国大陆 这边请求遣返8名的 这个通缉办 包含到什么 包含台南枪击案的主贤 这个是88枪击案的 对不对 对 你看这个主贤 洪正军跟孔祥志 另外那个金门 那个二胆上兵 不是不知道怎么跑去大陆 游过去的那一个 那一个其实我们也要求 就是那个陈嘉峻说 你中国大陆 因为讲说他在大陆那边 已经是被找到的 这个也还没送回来 都没有送回来 结果你知道去年2月的时候 中国公安他有发文 在遣送 刚刚你提到88枪击案 那个洪正军跟孔祥志 回来台湾 大家都觉得说两岸共打 又开始发挥效果 结果后来传出来 其实当时台南市警察局长 这个廖中山 他动用他自己的人脉 因为你知道警戒确实 跟这个有时候 因为办案或干嘛 他们还是有一些 私人的情谊 透过这个方式 跟中国公安的这个朋友 来拿到这个具体的这个情资 你说去年2月 押回来的安孤 跟那个洪 孔祥志 两个人还是 阿珊娜这个局长 动用个人的人脉 才把人给押回来 那建物就冲下了 那当然这个面子 到最后还是政府拿走 可是我们就回来看了 就是说那你如果今天 真的是这样 为什么到这个 这个朱古龙这个案子的时候 他变成已毒不回 那他2月干嘛 要把人给送回来 既然不送 你就已毒不回 继续已毒不回 一部分认为讲说 其实两岸在政治上面的对峙 因为前面两三年 你看这个人数这么少 其实大概就跟疫情有关系 两岸就没有互动 那时候有一个说法是 中国大陆透过 把这两个人 这个送回来是 释放一点善意 希望跟台湾能够增加互动 那这件事情 大概就跟我们疫情的时候 不是各个航点不是都锁住吗 那时候一个说法说 希望能够增加两岸直航的航点航班 甚至有些人为的 这个操作的因素 希望能够减少到 到这个最少 可是我就讲 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事件里面 其实都是看政府 在政治上面的这个决策跟手段 那你看像我刚刚提到说 2月7号的时候 观光署就宣布讲说 原先要开放 付中国大陆的旅游团的这件事情 他就跟你讲说 没有不好意思 因为政治上面 因为这个什么 因为航点的这个航线的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要取消 你3月已经收钱 你可以去 但后面你就不要想了 你知道 那你这种所谓的这个附入的这个 这个进团力 继续再给它卡住的时候 那对于很多人来讲 这就不叫做善意嘛 而且其实问题不是出在旅行社的业者 而是政府的政治考量 你要民众来这个共同来承担 所以又变成两岸人民 其实光做旅游的这些 对这件事情 当然会有很多的不满嘛 江改来看到 中国人我刚形容 他一天不到案 检警的脸就一天不会消 七八五一脸真的被打肿了 为什么对案以毒不回啊 你知道吗 现在台湾在司法单位 或是地方派出所 甚至是刑事警察警方单位 他们遇到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人看得到 但是你抓不到 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是新北市议员 你知道排名第三名 我的成绩案件最多是什么 诈骗案 很多的事情钱拿到了 叫跑尖叫 结果人就钱找到国外 所以我就说嘛 你现在问题说 你司法外交 你要不要进行 现在不然 现在这些诈骗犯的SOP是什么 我人跑到国外来 钱骗走了 入到我口袋 我就跑到对岸去嘛 跑到柬埔寨嘛 你能拿我怎么样 我跟你说 我办理很多所谓 司法诈骗案的事件 刑法 刑性史还跟我说 他们最大的口痛是什么 我知道人在哪里 他们跑到了澳门 跑到了对岸 再从对岸跑到日本 但是呢 我们的国际刑事科 想要去交流 没有办法交流啊 所以说嘛 民进党 在现在政府 五月要上任嘛 你如果 继续仇中 反正我们给予尊重 因为你的立场 就是这样子嘛 但是 人民的钱被骗走了 社会的钱被骗走了 对不对 当然排除了要被检讨嘛 你要 房头其实也应该去检讨 但是 钱 预算怎么编 你没有外交 都是两回事嘛 人没有回来 这些受害者 这些公道 到底要怎么逃 逃不回来嘛 所以应该是 司法单位 预算要提高编列 但是外交更要做好 才是正确知道 武器报新闻 从2018年开始 连续6年 谢谢大家的陪伴 我们已经累计了 总计9亿人次的观看数了 非常感谢大家 重磅消息 跟大家拜托一下 我们快要突破 100万的订阅 我给你唱一下 请大家老顶就老咖 抠更多人 来帮我们按赞订阅 100万人的幸运儿 会是你吗 请大家一定帮忙来订阅 分享 然后我都会看喔 感谢您